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第二方便有余图 这给我们介绍西方世界司徒 我们看主节 方便有余图 若人念佛功身 功是功夫啊 念佛功夫身 身是什么样子 立杂乱之心 专念一句名号 心口详音 字字分明 心不理佛 佛不理心 这就是念佛的样子 最重要就是这一句 立杂乱心 立杂乱心 换一句话说 你的亲近心 掀起了 杂是妄念 戏 乱是妄想 是粗的 粗细杂念都没有了 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念佛功身 这个境界 是念佛功夫里头 最低的一个境界 叫功夫成品 心口相应 字字分明 心不理佛 佛不理心 功夫成品 有这样的功夫 这功夫要上中下三等 上等的功夫 随时可以往上 你想什么时候去 阿弥陀佛就知道 他就来接应你 不必等到 我们在这个时间 寿命到了 不需要 想什么时候去 都可以走 叫生死自在 那所以 功夫成品 上等的 就有这个能力 那我们要问 这种人会不会生病 不会 为什么 不管你生什么病 那个病的原因 就是杂乱心 杂乱心才会生病 利杂乱心 心得清净 清净心里头 拿来的病 所以 所以什么病 都没有了 这个道理要懂 真正念佛的人 不会生病 不管你有什么病 念佛都会念好 只要清净 心一心 所有 病毒的细胞 都恢复正常 就全都变成健康的 因为你心里健康 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最健康的 是对待您的事 对待您的效果 把